阿德你聽說你們家也很多厚啊 就是不是很多 因為我們家住就是算高雄市區 蛤 然後呢 你知道不要覺得住高雄市區 就比較醫療比較方便 因為其實醫療方面 只是對負擔得起醫療費的人 是方便的 我們小時候就是不管生什麼病 其實很嚴重的病 都越嚴重 反而越覺得應該去看片方 因為想要說要去醫院看 一個嚴重的病不知道花多少錢 對 然後我現在不是脖子 都有那個綠色的嘛 對 對不對 很多人說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我小時候這邊就是長了 兩邊就長得就像葡萄一樣 就一顆一顆的 然後就一顆一顆 然後呢就是不知道是什麼病 也不敢去檢查 也沒有那個概念要去檢查 所以我媽媽就是尋求偏方 就幫我帶去一個 我那時候是國中二年級 幫我帶去一個就是四合院 那裡面就是 你在四合院有時候光線 快黃昏的時候很暗嘛 那有一個80級歲的老太太 就有個偏方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門口 坐在那邊 她眼睛我覺得感覺快瞎了 反正她每次就用一個戒指 去套住我一個地方 遠遠的地方套住 然後就弄逢一針喔 沾那個元宵節的湯圓的湯 一沾就幫我吃一下 吃一下 這樣我連續去吃了大概 三個月吧 然後我後來才覺得 後來長大才發現說 哇靠 只要她有一個地方弄錯 我就應該可能殘廢囉 差刺身一點 是吧 對 因為這個地方 而且她眼睛又不好嘛 然後也不是只有刺而已喔 還有偏方的藥 那偏方藥當然有中藥 但是要吃什麼呢 要吃山貓肉 山貓肉 然後我第一次才知道說 哇 山貓肉居然是可以 去菜市場訂的 這麼高級 對 然後那山貓 其實看起來就像一隻家貓 也不是很大一隻 然後就是 反正我媽媽就帶回來 就要去料理這個我的藥 我那時候覺得 哇 我媽媽很偉大 要是我 我寧願孩子死 我都不要去弄這個 弄這個毛肉 因為很殘忍嘛 就是還要扒皮煮藥 你知道我連吃那個藥 吃山貓我都不敢咬 就直接用吞的 因為想到那個畫面 所以你也不知道 兩毛肉好吃喔 看一下 就完全不知道 這樣吃了下去喔 其實也沒有治好 我就留下很多疤痕 然後呢 嚴重到什麼地步 嚴重到好像 因為都沒有治好嘛 所以呢 突然有一年的過年 我媽媽就突然 就是從小到大 第一次過年的時候 可以去外縣市玩 就去我新竹的阿姨家 你知道我去阿姨家的時候 我發現說 大家都對你很好 大家都對我非常好 都包就是 很好的很大的紅包給我 我後來知道說 大家都以為我快掛了 不治自證 對對對 所以可是後來也沒掛 過去就留下這一疤痕 你看 他貨壞就留到現在 所以來說 所謂真正的偏鄉 不是只有地點 就是有時候就是 就是觀念 跟條件 就是其實也會讓你 就是醫療其實是 非常非常困難